字幕翻譯 字幕翻譯 名字幕翻譯 字幕翻譯 哈囉 大家好 今天來分享一個Selene的包包 那這一個包包呢 算是新款 然後我覺得還蠻適合夏天的 所以推薦給大家 打開 登登 是水桶包 因為本身我自己是水桶包的愛用者 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买水桶包 然后所以就跟你们分享水桶包这样子 这个是新款的SELINE 然后它是这种材质布的材质 但是它其实还蛮厚的 可以看得出来 它其实还蛮厚的 然后里面是也是 就是这种帆布材质 麻布材质 但是它其实蛮厚 然后蛮挺的 然后底部是这样圆形的 也是蛮硬的 然后就是这边的材质 我觉得它的那个 就是它的其他的地方 都做的还蛮有质感的 这边SELINE也有 那个金属上面也都有logo 然后这个皮革这边也有logo 那手提的部分也是这个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相较之下 就是其实你握久了 它不会 像LV那个可能就容易会有痕迹 就是可能会有比较深色 如果你常拿的话 那这个颜色就是 它的变化程度不会那么明显 所以呢 看起来就不会脏脏的感觉 然后对 简单俐落的一个水桶 然后是新款 那因为我本身自己 有另外一个包包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背带可以拿来用 我这个背带呢 是就是它可以调整长度的 它可以短背 可是这个短背 就跟我它本来的短背 还蛮相似 蛮长度差不多 那主要我会想要加上 这个背带呢 就是因为它是长背带 然后它没有 它没有那个金属的扣子 可以 可以那个什么 可以 可以扣 所以我就扣在这个 它的那个拉绳上面 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写背 它颜色的色差并没有很多 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好 可以同色系 其实即便是撞色 我觉得也没有所谓啦 但是因为是同色系 我就觉得这样还蛮刚好的 对 分享给大家 因为它是新款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然后它们最近也出了 好多那些 就是挂件什么的 我觉得也超可爱的 对 大家可以去官网看看 这样子 然后我会把这个型号啊 贴在影片下面的资讯栏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 摄取一下 就是看你在哪一个国家 你可以看有没有货 官网有没有货 或者是想要查价格的话 就是直接拿那个型号 然后在官网上面 就是输入那个型号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价格 其实相关的资讯的 就是size啊材质那些的 好啦就介绍到这里哦 希望你们会喜欢 接下来就四倍给大家看 哈喽 这个水桶包 我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呢就是布面的 然后是还蛮舒服的材质布 你的这个是新款 Celine 这样子 然后它的背带呢 是皮革的 就皮革的 然后呢 我为什么会买它 其实一来是因为我还蛮喜欢水桶包的 我觉得水桶包就是很好装 然后又很方便 那像它这个就是这样子 它没有办法兼杯 可是呢 因为我有另外一款包包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有这一款包包 然后呢 我就想说 我这一款背带 可以拿过来用它 所以呢 我就觉得这样子可以 互相搭配 我其实还蛮喜欢把 就是包包的零件活用的 这样子 然后它是旁边有这个背带 就把它勾住 然后 然后 对 这边也勾住 这样子 然后我就可以这样背了 有没有觉得好可爱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这个背带 随便淘宝也都可以买到啦 只是 但是我觉得啊 其实这个背带 我觉得它这个地方有稍微比较粗一点 但是它配上原本的包包就是 也是一个造型来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 可能就稍微会有一点 就比较粗 然后 但是就是如果方便的话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包包 然后又可以 就是这样子 卡住 所以呢 我就想说 刚好有同色系的包包 就可以这样子背着 还蛮好看的 拜拜 这个水团袋 而且啊 因为它的材质的关系 所以相对来说 价格也还是比较友善一点 所以呢 如果喜欢就是这种 夏天的那种呢 算是 比较夏天的感觉 因为像那个 之前去年就流行那个草便包嘛 然后草便包我觉得它就是 体积比较大 然后又真的好像很度假 如果呢 没有穿着很度假的话 拿一个草便包好像有点奇怪 我个人感觉 所以呢 但是我又想要有一个 夏天的休闲包包 像这个如果 我搭那种就是 比较夏天一点的洋装什么之类 也不会觉得太奇怪 然后 如果我平常穿衣服 就是比较casual一点的话 也OK 就是 他会想给大家看 就比如我平常喜欢穿的 其实我刚刚搭穿这样好像 我觉得没有很 很好看 因为全黑 我常常穿全黑 会被我妈妈 觉得也就是 比较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 黑色选手 然后就可以拿一个这个包包 这样子 对 就比较休闲 不过他 就是要小心一点 就可能会比较容易脏 挑地方 看去什么地方拿 但是 其实如果可以送洗的话 也没有所谓 就是 送洗的话 就会比较干净一点 然后他其实 他材质还蛮硬挺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部分也不用担心 然后他容量也真的蛮大 因为之前我有介绍过 那个 我之前推荐过那个 帕拉达的包包 哇塞 你知道吗 他已经长家不知道长得及时 那帕拉达的包包 呢 他是尼龙的 他当然就是很轻 不过呢 他就是 而且旅行的时候可以戴 这个 这个的话就 也是可以折欸 其实 就是 把它折扁扁扁 这样子 带 也OK 这个也可以 折扁扁 但当然他没有那个 尼龙布 那么的薄 对 不过我喜欢他挺挺的样子 所以我可能里面 就会塞 衣服啊 什么 维持他的西装 然后 对 就不同的风格 那他这一个 我觉得就还蛮值得入手 的 你们觉得怎么样 就他蛮有型 而且他的 Logo 不会让你觉得是 还蛮 恐怖 就是 用Logo 抢你的眼睛的那种感觉 有没有 还行吧 好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喜欢看那个 就是 开箱包包的话 然后 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like喔 掰 请不吝点赞